大家好 我是銀行咖啡茶座老闆Case 李海湖 今天我跟大家說 銀行咖啡茶座有三樣產品 有豬仔包 菠蘿包 餐包 其實應該有四樣產品 不過這個要賣個關子 下次告訴大家 其實做麵包的師傅 以前我爸爸和弟弟是做麵包的 自知他們離世後 我就沒有再賣麵包了 但我默色了很多地方 終於找到我覺得是我心意的麵包 是什麼麵包呢? 就是傳統外舊茶餐必食的菠蘿油 好 我今天吃給大家看 這個菠蘿油都尚算合的 當然比起我爸爸那時候還差一點 脆的 鏡頭線呢 我告訴大家 鮮油就要夠厚 好 千萬不要跟我說肥 鮮油要夠厚 一定要來吃菠蘿鮮油熱奶茶 哇 我吃了一件三幾個叫做未來會瘦 我已經丟掉了 有一個叫做上瘦刀蘭 嗯 嗯 薑和煮熟不到的陰 那個菠蘿包 脆的 鮮油 因為二粒開始溶了 看到嗎? 鮮油 很好吃 剛才說還有豬仔包 豬仔包怎麼吃呢? 可以塗花生醬 果煎 奶油豬 或者鮮油奶豬 我當然是吃最傳統的奶油豬 奶油豬的挺好吃的 由我告訴大家 吃菠蘿巴士 吃三個 嗯 吃三個 這隻粒 喝一喝三個 21號 開四個人 你三個一點都不多 四人吃 我麻煩你 哇 豬仔包 外菜來魚 哇 我說要奶油豬 老闆幫我做鮮油奶豬 一塊塊的就是鮮油奶豬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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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要緊 想我很肥 吃鮮油奶豬 吃鮮油奶豬 明天不用上班 好 嘩 脆的 這位蝦 要用手吃 我不知道好不好 很好吃 加了牛奶豬仔包 好吃 熟 嘩 還有一分鐘 最後 是什麼呢 賣好關鍵 就是 最喜歡吃的甜餐包 原來外面很多茶餐廳都沒有甜餐包 是什麼呢 十字餐包 現在很少地方有了 我這次找到這間麵包店 他肯幫我做這個甜餐包 還有什麼最好啊 K姐 告訴大家 就是炒蛋 嗯 打油豬 哇 真的要用手啊 哇 一定要試這個炒蛋甜餐包 不是跟你說少 菠蘿酸油和豬仔包都在一邊 冬檸檬茶 你看看 炒蛋餐包 哇 全部流出來了 為什麼炒得這麼漂亮呢 哇 你看看 這些蛋 全部流出來了 好熱啊 不用擔心了 吃這個 包就喜歡了 記得 營業時間 十點鐘至四點半 從星期二休息 大家來 尊爺不要再過 一定要吃這個 炒蛋甜餐包 嗯 今天真的很好吃 非常激 不是很多地方有的了 懷舊餐廳 銀龍咖啡茶就有了 不要錯過了 拜拜